现代人食无定时,又喜欢吃生冷东西,想不胖也难。 中医就认为,肥半症主要是因为脏腑失调, 以致体内最濕生痰,形成膏脂。 如果经常胸肚不吃东西和吃生冷东西, 就会容易伤及脾胀致肥。 医管局、博外医院和浸大研究发现, 中医针灸有助消脂和抑制食欲。 浸大中医药学院临床研究助理教授钟离丹表示, 由西医的角度看,针刺月位能够抑制食欲和促进消脂。 中医在天书、竹三里和风龙月等八个月位上施针, 能够见脾胃改善谈濕的情况。 而在基点和神门两个耳月, 贴上黄不流行纸药贴,可以行气活血。 他又说,一个平时有做运动的中年女士, 因为喜欢饮动和吃生冷东西,造成脾胃谈濕。 他接受5个月的针灸治疗和间中饮中药条理, 体重由74公斤开始,减了11.5公斤。 ONTV东网电视新闻台报道。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